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国股市升118点 德国股市大升305点 全泰迪共事业绩 全球最大消费产品制造商宝洁 营业额连跌7个季度 受产品需求疲弱和强美元拖累 期内营业额跌1成2 是7个季度中跌幅最大的一季 差过市场预期 集团同时下调全年销售预测 不过集团首季度赚26亿美元 每股盈利0.91美元 比市场预期好 科技股的成绩都有惊喜 改名做Alphabet的互联网公司谷歌 第三季赚39亿8千万美元 升四成半 扣除特殊项目每股盈利7.35美元 好过预期 微远公司季绩同样都比预期优成 首季度赚46亿2千万美元 升近1.8% 扣除特殊项目每股盈利67微线 电话旁边今天有张敏华小姐和我们一起谈谈 Kat 你好 Kat 你好 欧洲央行暗示加马良欢之后 内地今天又再加入这个放水的行动 你看对于旧环球的经济成效有多大 其实我想大家看到在过去这几个月 特别是自从新闻价格和中国股票市场 在8月份一个很急速的下跌之后 都令到大家担心了环球经济的增长是傍慢的 我们自己觉得今年来说或者甚至明年 可能环球经济增长的步伐都会低过长期平均水平 3%以下的 最大的影响就是大家比较担心在通胀方面 因为虽然我们看到失业率是下跌了 但是其实那些人的工资就没有上升到的 所以再加上新闻价格的下跌 就会令到通缩的风险突然间增加了 所以也触发了为什么欧洲央行会暗示在12月份 会加推或者延长QE 而中国也刚刚宣布了减银行存款准备金和减息 未来我们还要看回 可能日本在今个月底的会议会议 也可能会推出一些宽松的措施 所以希望透过这些宽松措施 令到通缩的风险可以明显下降 除了刚刚说到一些央行举动之外 美国有不少的企业都公布了业绩 可以说是很坏参半的 你看又会怎样左右美股的走势呢 当然其实我想现在环球股票市场 其中一个最大的动力 就应该是关于中央银行他们的货币政策的取向 譬如好像之前这样 如果我们看到好像是欧洲 如果日本或者中国股票 都会有一些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的话 其实对当地股市是会有利 有机会吸引资金流入的 大家都应该记得几段钱 其实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 一起做量宽的时候 这个都令到在美国方面 股票市场的表现 相对欧洲股票市场是更顺利的 但我们现在看回 在其实走势上 那个标普500指数 都上回2050楼上的水平 所以暂时的调整 如果真的可以站在楼上的话 其实都可能看到的调整是暂时告一段了 大家也需要密切留意的 看回业绩方面 其实业绩今年来说不算太差的 出了的业绩里面 有大部分 其实超过七成以上 都是好过市场的预期的 比市场预期差 都是只有两成多 而在那么多的公司里面 我们都看到 比如好像是 刚才你提过的 就是科技股 或者是一些金融股 其实他们的业绩都是好过预期 都是有机会支持到美股的表现 好 谢谢Cat来的分析 转看下其他消息 有报道说 汇丰控股如果遷移总部 美国将会是香港以外的另一个选择 汇丰检讨总部选择 由公布至今已经半年 之前有报道说 今年五月大选之后 英国政府在银行征费上 已经作出让步 令到汇丰倾向将总部留在伦敦 不过金融时报最新引述消息说 汇丰管理层觉得 英国的财政部和监管机构 对银行的态度仍然不友善 报道引述汇丰十大股东中的两名股东说 如果搬迁总部 香港是教理想的选址 但就关注到香港的政治风险 他们认为应该考虑搬到美国 对于这个提议 汇丰的顾问也认同 认为美国经济规模庞大 金融监管制度 也都较适合国际性大型银行 英国广播公司早前报道 除了伦敦和香港 新加坡和纽约 都是在汇丰总部选支的考虑之列 无线电视记者李嘉莉报道 欧元区企业活动扩张步伐 出乎意料加快 10月欧元区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再升至54 高过市场预期 反映整体商业活动加快 回事方面 在下星期联储局议息之前 美元匯价继续上升 美元兑日元 市价近一个月 再升上121水平流上 对了 有机会连升七个交易日 立即看看美元最新回 日元121.11 英镑1.5338 瑞士法郎0.9773 欧元1.1026 佳元1.3162 澳元0.7223 新西兰元0.6751 港元7.7502 金价方面人民币公斤挑部 241.56元人民币 倫敦黄金部1164.95美元 99金部10840元 节目时间够了 周围